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讲话会有回音的这种状态 对 所以大家就知道木炭这种 上班的时候都在讲笑话 不是这样子 这种工作大家有没有兴趣啊 等一下不要造谣 造谣抹黑啊 其实是因为我们学会最近办了一个蛮重要的活动 为期三个月的职业训练 对 这职业训练我们今年蛮特别 我们刚好跟另外一个单位有合作 在我们学会以外的单位 在办理 所以说我们学会的同仁呢 都花了蛮多的时间 还有蛮多的人力一起去帮忙这件事情 这个职训其实算是我们的重头戏 而且我觉得也因为我们原本的单位性质 就是在服务市长 我们合作的这个单位 包含我来上课的这个学员 不只是市长 对 他们很多不同的帐别 当然也是因为台北市政府的 这个职业训练的一些相关规定 不过也正是因为让我们接触了更多 不同障碍别的朋友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对啊 我会觉得说 原来我们的能量可以扩及到其他的帐别 那也让我们看到其他帐别 他们的一些需求 在不管是路上碰到其他的帐别的人 对对对 还是我们未来碰到一些个案 因为个案各式各样嘛 都会让我们更有同感 这也是我觉得我们跟了这个鸡蛋糕 这样子录了这样子的节目之后呢 这个对于其他帐别的议题的接触更广泛 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棒的一个开始 对啊 那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跟鸡蛋糕聊了蛮多 有关于我们当初如何相似的 对对对 为什么会合作的一些故事 没错 没错 但也聊到了 对 在以忧郁症为出发的状态下 会面临到的议题跟视障者有什么异同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跟鸡蛋糕聊 有关于视障跟忧郁症 这个两个差别跟一些相似的地方 没错 那也请大家继续听下去啰 好 像我们是一个就是帮助视障者的非盈利组织嘛 所以就是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会安排一些资源 那他们可以过来 对我们来说就是来上课 或者是他们来幸福 但是刚刚听鸡蛋糕这样的讲法 就是说 可能你比较去自费去医疗 那你有没有那种 你要怎么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带回家练习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可以去嘛 除了资商市之外 因为像我们很多个案 他可能这边上课啊 这边上课啊这样子 那他们很多重建的资源 就是在那个上课的地点 那如果说你这样子就是去资商市之外 你还有什么安排什么生活上的重建的东西吗 那你是怎么判断你自己需要什么东西 重建的方法 大部分我就是会直接咨询医师跟心理师 嗯 对 那你现在有什么重建的东西吗 重建的东西嘛 主要还是练习要规律做习 嗯嗯对 这个是我目前生病之后最大最大的课题 是 规律做习 那像你这样子讲话这件事情也是别人给你建议你去做的重建吗 是我有意识的在练习 因为我以前讲话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是没有人可以有那个 插话的机会 你找不到我的逗点跟据点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丧失对我来说 OK 对 所以我会 沟通能力上 所以我会非常的渴望把这件事情找回来 这个是你自觉的想要做 我自觉想要做 还是说医生有建议你要这么做 没有我自觉想要做 因为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在前期在治疗的前期 我非常想念那一个还没生病的我自己 嗯嗯 那当然也跟心理师讨论了很多 他也有一次跟我说 你不觉得你那个的状态是有一点灶的吗 哦 诶这样子 对对对对 他就很冷静的跟我说 你不觉得你想念的那个你自己 是有一点灶的吗 是 然后我就 嗯 诶 好哦 但是我的确 呃到现在也还是 就是其实 真的也还是很想念那一个 还没生病的我自己 是啊 但其实 某种程度上我也有时候也在反思是不是我在美化了 那一个还没生病的我自己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你给自己一个目标啊 就是说你现在是这个情况 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回到一个我们 也许是我们想象的啦也许 可是anyway我觉得这最起码是我们想要回去的一个地方 一个理想的状态 对是我们很想回去其实我就觉得包含像我们的服务 我们对很多事当者我们都跟他说其实我们 我们能够协助你的是什么是让你回到虽然你看不见 确实你过去的生活 嗯是 这也就是我们能够尽力能够去做的 所以所谓的重建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我是跟木炭深聊了很多次我才发现我在做的事情是重建 就是这个名词叫做重建 那我在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因为太想念那个过去的我自己 然后我想要回到过去那个时候那个状态 所以去做了很多的尝试 做了尝试的结果跟医生跟心理师讨论 慢慢的去摸索出一套我自己的方法 是 包括就是跟木炭相认的时候说我摸索出了用Siri朗读电子书给我听这件事情 也是摸索出来的 因为我很想看书我很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所以我读了非常多的精神病心理学犹豫症相关的书 是 那这些书基本上都是Siri朗读给我听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看书 但我很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就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我在想视障者在刚失去视力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心态 就是在面对失去这件事情 就是你发现自己身上失去了某些你拥有的功能 或你拥有的一些技能天赋等等这些东西 你觉得自己失去了那带来的遗憾的那种情绪 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资商室里面跟我的心理师扒书这整个脉络 然后找到一个我自己的方法去面对跟处理这些事情 是 所以 面对失去这一环我想就是我在读引阶势茫茫的世界这本书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共鸣 就是他一样都是因为他主轴是在中途失明的人 所以你知道你原来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是的 然后你必须要在失去某一些东西之后 试着再回到原来的样子 嗯 对 就是我觉得这边要回到前面鸡蛋糕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其实 重建它就是你找回你生活的模式 但是 其实很残忍 可是我们也很想要强调的是 视力的失去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它是 没有办法回去的 不可逆啊 对因为有些时候你就是得要面对这个状况 虽然我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没有面对一个真正的失账者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讲得很轻松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工作其实我们很清楚 当你碰到有一个刚视力退化的人 他其实在集结营在找方法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直接告诉他说 你真的没办法了 因为通常我们碰到问题就是诶那是叶皇叔怎么用 对那我就开刀 你他还在寻求 对可是 这很残忍 可是我们会觉得你要面对你的丧失 你的新生活才能赶快开始 对 因为很多时候 就我前面其实听到结浆刚刚前面讲我很感动 就是其实你也花了很多时间在面对这件事情 可是你渐渐的 你在你要去适应它了 你开始 因为你适应它 你面对它之后你才能慢慢的再去找 或许没有办法回到你最好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 你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但这个进步的空间的前提是什么 你要承认它 而不是你就是 就是放得不管 像很多人他假装他自己还看得到 很多人就是他朋友也不敢跟他讲 就假装朋友跟他讲话也是假装他都还看得到 因为当你没有面对的时候 当朋友就说 就是问一下说 那你眼睛最近怎么样 有些人就开始哭 但我们其实会很心疼 可是我们知道说 他需要的可能是 他真的要承认这件事情 你才能重建 重建绝对不是跟你说 你去看医生 然后你的眼睛一定会跟以前一样的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账别 我觉得都要前面都要承认它 我们也不用去想着 因为当你想要回到你最原始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给自己压力也太大了 非常大 对 因为你一定会想着嘛 你一定不停的去想说 过去我是什么样子 过去我发展的很好 过去我出门 我可以到处游玩什么 可是其实不是没有方法啊 一定有方法的 但是当你就是一天到晚都想着说 过去我什么背包客啊 我什么什么 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变成那个样子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拿心在自己怎么办呢 你永远关在家里 其实也是浪费时间啊 就是你那个时间 其实如果说 可以出来寻求协助 不管是怎么样 我都觉得会 一定会过得比你现在这样子 还要好 所以我自己还蛮开心说 就是我们在谈的这一段 其实适当者就是 他那条线很明显啦 就是看不到 看得比较不清楚 或看不到 可能跟忧郁症真的是不太一样 可是我觉得那一个 失去的议题 失去然后捡回来重现 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 他是很像的 我觉得这个新怒历程是很类似的 所以也是我对抹黑客这个节目 很有共鸣的一点 对就是面对失去 然后重新再捡回自己的生活 对 然后也要接受就是自己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完整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个东西 我说实在我也 能够这么平静的讲出来是 很困难的一件事 我必须这么说 我相信 一定的 相信 就所有东西 我觉得这种什么技术的重建 我觉得都真的都是比较容易的事 心里的重建 我觉得那才真是一个很大的鸿沟 而且刚刚木探提的那个是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助人者 或者是陪伴者 是 心里面非常真实的声音 但是当事者不一定能够很快的很短时间的接受这件事 一定的 一定的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会非常非常想念那个还没有生病的自己 是的 所以像木探刚刚说的旁边的人假装他还看得见 这我可以想见 就是我的朋友也这样对我做挂 他们也是当作我还是以前的我这样跟我相处 当然这样我会比较自在 但其实我自己也很明白我不一样了 我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开朗了 我再也讲不出那么多笑话了 我以前都是在扮演那个谐心角色的人 我做不到了 我感觉得到那个我如果还要继续做谐心 我很累 那这些过程其实我都很痛苦 虽然是很好的朋友在陪伴我 我也知道他们是很真心的 他们很想要帮助我 他们想要拉我出门然后陪我说话 但是光是那个说话的过程对当事者来说 都是有压力的都是痛苦的 虽然说表面上我们会 也不是说表面啦我们也是很真心的感谢 是这些陪伴跟帮助 当你不是医事人员提供的那些专业的写助 这些陪伴也的确是重要的 除了重要之外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撑力量 但是对于当事者来说他就会有这样子的纠结 就是我刚刚形容的这样子的纠结 一定会啊 我们是真心感谢的 一定会啊 我是真心感谢 但是同时我也很痛苦 因为我可以很敏锐的很明确的感觉到 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就是回不去了 那个旧事回不去木炭说很残忍 的确他非常非常残忍 不管你有没有明确的讲出来 那个感觉很明确的 所以我也相信有一些人在 还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现况的时候 假装他不存在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说实在他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很舒服 你只要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 他就很舒服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心理智商给我的很大的支撑啦 对就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不舒服 在那个都丢进那个空间里面 丢进去之后呢 你面前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冷静的人 我的心理师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每一个心理师的个性都不一样 那我的心理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静的人 他就是讲每一句话都是 对我来说是面无表情的 可能一般的人看可能会觉得他在微笑 我不太确定 但就我到目前为止 我都一直觉得他都是面无表情的 然后包括他讲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什么 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燥吗 你这样是瘫在地上了 就那种很中性的言语 我都觉得好冷漠 然后我也有在某一次的字上 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很有距离感 我觉得你很冷漠 我就直接讲出来 然后我们去探讨为什么会觉得他冷漠 为什么我觉得他有距离感 谢谢 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有一些我其他的议题造成的 那这个东西 其实都可以是一个讨论的题目 我觉得这个是专业 这个是专业的人做得到的事情 那当然朋友做不到 不要紧 真的不要紧 就是真的没有关系 就是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也会一直呼吁 陪伴者们或是家属们 做你们能做的事情就好了 很多人也会来私讯问我说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为我的朋友或为我的家人做什么 我说没有关系 做你能做的 然后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有的人就是可能真的太心疼对方 太心疼那个当事人 他会为他做很多 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会 我必须要一个提醒就是 你反而会让当事人失能的 或者是说像木炭刚刚说的那样 会让当事人就在一个假装自己还很 很棒的一个 一个泡泡里面 一个幻想的泡泡里面 但现实不是如此 对 现实很残忍 对 现实不会 有时候那个什么厌世语录 有没有 我忘记在哪里看到一个厌世语录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很努力 就对你好一点 是 很残忍 真的 现实真的非常残忍 但 需要一点时间 好那我们就给他一点时间 然后慢慢的找到一个方法 接受他 我也必须承认在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不舒服 諮商 很多时候 并没有让我觉得感觉比较好 有时候去的时候我反而 更累 更累 或者是 就是心更累 然后情绪更低落 但是 在把那些东西丢出去之后 心理师会帮我爬梳嘛 我把那个爬梳的东西带回来 所以你说重建吗 我会把心理师的话带回来啊 带回来之后 当我又有一样的情绪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就再把那个脉络再 再想一遍 嗯 我是这样吗 或者不是呢 如果不是 那下次再去问嘛 嗯 去问是 非常好 对 所以 所谓的重建 或者是咨询 这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都是你要 像木炭说的 你要自己开始跨出那一步 当事人本身 要自己去跨出那一步 你要有意识的去练习 是 当然有一些东西 可能是我下意识的做的 像 Vincent刚刚提到的口条 这件事就是我下意识要做的 嗯 因为 我明确的感觉到 我讲话有问题 然后 我不喜欢我讲话有问题 嗯 我就开始去练习 我讲话 这件事情 对 那 心理的重建 生活功能的重建 这些东西都是 在错误当中学习啊 说实在就是这样 错误跟常识当中学 对 然后我试了什么 我就跟医生说什么 我试了什么 就跟心理师讲什么 嗯 然后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些回馈 然后我都很直接嘛 所以我的医生也就才会 我想也是因为我这样子的口容方式 他才会这么直接 然后像前面这样讲的这样 睽違 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样 第一次凶我 哈哈哈 我觉得从你的身上啊 我觉得你看到了一个我们身为一个患者 就是你自己身为一个忧郁症的患者 然后你是怎么样子来表达你自己本身在丧失 以及重建这种个人化的一个历程 就像我们的节目哈 我们节目叫抹黑客 那我们一直都很希望能够用我们的节目 用这个读书会的模式 让我们社会大众 抹去对我们视障者的一些误解 还记得吗 对对 来你的slogan你要讲吗 哈哈哈哈 应该要交给您啊 前面已经听过我的了 真的啊 让我们抹去你的视觉 原抹去你对视障者的偏见 对 看到没有 是习见 习见习见 我是做时听做错一个字还好棒 真的真的谢谢 还抱我视障者还好棒 因为我觉得我们 我们除了要让更多人认识视障者之外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做节目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让整个社会大众 对于我们视障者更能够理解 这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主要的主轴 那不知道你从你的身上 你有没有想要呼吁我们这些社会大众 对于我们这些忧郁症的患者 要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正确的认识呢 我好像没有特别想一个主轴其实 因为现在很多Podcast加入了嘛 我自己也有整理一些教学的资源给大家 然后就开始有人会叫我什么知识王啊 什么百科全书啊 也会有人来咨询就是怎么制作节目等等 或者是说节目企划怎么做啊 你怎么抓你节目的主轴啦 或是说 说我的节目的叙事的架构很完整啦 你怎么做到的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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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嗯 那我昨天晚上跟Eason就是另外一个研究生 那他现在正开始他的Podcast了 那他是做 他现在的博论也是在做Podcast相关的研究这样 所以他其实发了非常非常多的Podcast的观察的东西 在我们创作者的社群里面 是 因为我们都同样是研究生都有经过博士班的历程 他现在正在里面嘛 然后我暂时休息 是 我们这样子讨论我觉得 哦那个架构或是那个叙事的流程 那可能是内化的 就是我们受了研究所的训练 是 那个叙事逻辑是被训练过了 是被内化的 是 所以可能我没有事前的这些企划书 这些主轴的设定 但是我很自然的 我就会把我的叙事聚焦分段 有一个架构有一个流程 就好像我在做学术简报一样 我必须要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目标 我怎么解决 结果是如何 是 未来待解决的事情是什么 学术报告是什么这样 未来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打死我都不进博士班 来欢迎大家提问 硕士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有报名对不对 那个学术报告的人 不知道啊 目态硕士感觉怎么样 我认证硕士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就是学术报告基本上它就是这个模板 对对对 然后 我跟Eason在昨天在捷运上聊 就觉得 诶对耶 这件事情好像内化了 所以 我现在开始在网路上 也有看到有人把我节目拿去分析 当教材什么的 哇哦 我就觉得 哦好吧 就是 但是我说真的 我并没有一个这么明确的主軸 或是一个明确的倡议 像你们 是 一个用读书会的形式 读书会只是因为我爱看书 然后我就开一个读书会 就这样子 所以 所谓的主軸 我想还是 去分享那个 我现在都比喻说 我有一个小玉滤镜啊 就是 你戴太阳眼镜的时候 把一个 外挂式镜面 放在你的眼镜上 那小玉患者 他其实也有一个小玉滤镜 当我挂上了这个滤镜之后呢 我看出去的世界 可能跟平常没有带滤镜的人 有一点不一样 嗯 然后我去说 我看到的世界 长什么样子 嗯 然后在我的回忆 如果 有回忆得起来的话 毕竟 大脑受损 之后 有一些东西 其实真的 片段话会想不太起来 是 或者是我可能会去问我的朋友 他们以前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 嗯 去拼凑起来 就是拼凑那个 没有小玉滤镜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子 嗯 所以我大部分 应该都是在表达 这件事情 就是 小玉滤镜眼中的世界 嗯 跟 没有小玉滤镜之后的世界 嗯 然后 如果你是没有滤镜的人 你该怎么去看待 有滤镜的人 嗯 就这样 我觉得这样也很不错啊 因为也刚好让很多 对于 呃 忧郁症 不是很了解的人 透过你的节目 我觉得他会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对不对 因为他不一定身边 一定有这样 忧郁症的朋友 可是我相信他会听 应该是多多少 他可能觉得他的朋友很忧郁 就像你讲 哎 忧郁跟忧郁症是不太一样的 那可是 他一定要有一些 背景去参考 好 那我 我当然知道你 并不是用一个很专业的 那种医疗的那种 这个角度来去跟大家 剖析什么叫忧郁症 可是你却是用一个自己 本身的例子 来去跟大家来去聊一聊 就是让你那个小玉滤镜 戴上去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是觉得很赞 真的是很赞 这个是从一个绘本看到的 就是我的节目 蛮前期的一个绘本 然后他的 那个绘本其中一张图就是 那个人就戴太阳眼镜 然后是那个黑狗 在欧美他们 他们主流就是 比喻忧郁症都是叫黑狗 那是因为丘吉尔 都形容他的忧郁症是 跟他一只 形影不离的一只黑狗 那大概是 我以为你还好不好 第二集还是第一集的内容 黑色的大型犬这样子 是是 然后如果他严重的时候 那只狗就小一点 那如果那个病情严重的时候 那只狗就大一点 大一点 对 对 但是 博内也有另外一个团队 就是他们之前是设计系的学生 那现在应该已经都毕业是 正式的设计师了 他们的毕业制作有做了一个叫小玉乱入 这个两个设计师的团队呢 他们当时这个毕业制作做了这个小玉乱入 我非常非常喜欢 他把它画成一只小猫 黑色的小猫 黑色的 然后那个小猫呢 那个小猫的尾巴是一坨 那个缠绕的乱七八糟的毛线 然后他把忧郁情绪呢 画成一只蓝色的乌云 蓝色的乌云 然后那个云本身也是一条 惨的乱七八糟的毛线 他用这样子来告诉你 忧郁情绪跟忧郁症有什么不一样 忧郁情绪是 他是一朵云 他飘来 他会飘走 忧郁症是一只小猫 在你身边 他会跟你心影不离 是 可是他有的时候会距离你远一点 有时候距离你近一点 其实我更喜欢小猫乱入的这一个图像的形象 对 比起黑狗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他们的网站 是的 他们的网站在毕业设计结束之后 还是一直有留着 他们的内容也都有 精神科医师跟心理师监修过 然后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找那本书来看 当然里面有一些东西 医学在演进 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补充的 但是我在这边就不提 因为那个真的很细节了 是的 如果你想要初步的认识忧郁症 或者是低落的情绪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我觉得可以去支持这本书 他是台湾的在地团队 很赞喔 所以真的是可以去支持那本书 你可以得到很多方面的知识 然后我的节目其实也有一些东西是从里面取材的 对 当然我介绍过这本书很多次 但是我也后续的节目也是会稍微想一下说 我要介绍哪一个面向 然后看一下书里面写什么 然后再抓一小段出来取材 然后做了Podcast之后 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 我在社群上认识了很多 我没有机会认识的医师跟心理师 还有治疗师 他们也会很大方的告诉我他们的观点 是 然后我就把这些观点也融入在我的节目里面 所以从第二季开始 我觉得我的节目也越来越多元了 虽然我还是一个人的节目还是单口为主 但是这些内容其实 我都会说它是广义的访谈 就是其实那些都是别人给我的回馈 或是我跟别人文字讯息来回聊天的过程 然后我把它整理起来成一篇内容这样 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在关注这种弱势议题 大家都会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就是真的很急着想要让大众认识这样的群体 当然啊 对 包含像你刚刚说的像医生或治疗师等等的 然后包含你自己 其实包含我们 我觉得像鸡蛋糕很特别 不能讲特别 就是鸡蛋糕本身就是 算是第一视角 然后像我们两个就第二视角 是 所以我们上次才会把眼睛蒙出录音 因为其实我们会觉得 不管怎么样啦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走访谈 因为我们就是少了一个 真正的第一线的感受 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书 其实我们在看很多书的时候 看这本书我们讨论那些议题的时候 我们是要跟同事讨论 因为我们有同事 包含藏进人 包含之前我们访问过我们的社工 他们本身也是视障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们聊 就说这本书这样讲你赞成吗 你觉得怎么样 要练习那个同力的感觉 对 因为终究我们不是第一线的人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 那可是包含我们做节目的过程 前任做QA的过程 我一直在强调就是 我可以感受到 他们真的有千言万语想要讲 为什么想要讲 是因为他们真的有挫折了 就他们才知道说 终究回归到一个点 就是大家都不了解他们 对啊 可是我们要的了解 绝对不是说 不管我们两个做的议题 虽然我们两边做的议题是 事障跟忧郁症 但是我们到重点都要强调说 真的不是要你可怜我们 没错 不要 对 不是说事障者好危险好可怜 事障者需要帮助 事障者他们就是找不到什么 他们的工作就好 所以我觉得我施舍给他一个东西 可是我们要的也不是这一个 其实迎接射亡世界这本书 他在后面 包含不要讲这本书好了 包含我在服务的时候 就是我不是社工 所以我不会服务 我不算是第一线服务个案 可是我社工就是 我社工会跟我讲一件事情 我很喜欢他的概念就是 我们跟个案的关系 不是我们去帮助个案 而是我们跟个案合作 就当今天这个个案愿意 例如说他愿意学电脑了 我们再跟他一起做 而不是我们就强迫他说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学电脑 你才会做得很好 可是他就拼命不学啊 我浪费了三百个小时在他身上 也没有用 他就不学就是不学 那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怎么办 我们的资源怎么可以 我们资源没有办法 我只尽的给 所以我其实过去 我也承认我一直会有一种 把我要帮助的个案 优化美化的感觉 就是我会觉得说 事障者就是我们就是要帮助他 可是其实有些 事障者就是人啊 忧郁症患者也是人啊 一定会有你喜欢 或你讨厌的嘛 一定会有就是 有些东西他就是不应该嘛 并不是他生病他就应该啊 就是 就是 我就烂这件事情 是不分 不分组绝的 没错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本书 包含我们在服务 甚至于你在第一线 你一定可以感觉到 有些东西 并不是因为你生病 而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原谅 也不是 你也不是希望说 因为你生病 所以所有东西大家都要施舍给你 没错 终究大家要认识你 就是 不是认识你是忧郁症患者 而是认识 你跟我们一样都是人 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 不管我们的节目是有什么主軸 其实我们想要 都是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大家 告诉现在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对 就是我们跟你们一样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地方可能是不太 不太丧失了 我们有一些特质不同 对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回那个特质 我们要找回特质 我们自己是OK的 但是当 一般平民 平民 平 平民 没有这个状况的人 对 我们就说明眼人嘛 对 我们就说一般人好了 一般人 可能他们带了一个 一般人滤镜 他们就会觉得你们 你们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必须要 我就是要可怜可怜你 我就是要给你帮助 然后别人不给帮助 像 我一直都觉得 我带 我就带常见人出去 然后大家都会帮忙拉椅子啊 帮忙把东西推开啊 然后就是一部那种 小心翼翼 我就真的很像后母 你知道吗 他自己会走 哈哈哈 小心翼翼这件事情 也是我最近的课题耶 嗯 对因为我 我的家庭是 原生家庭是非常传统的家庭 是 所以他们现在的状态是 他们知道 我有忧郁症 但是没有办法理解 忧郁症到底怎么回事 啊他们也不知道我有做Podcast 嗯 对就是我做Podcast 就是 我叫鸡蛋糕嘛 就鸡蛋糕 是我在现实生活中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名词 嗯 对 我也没有特别告诉身边的人 我在做这个Podcast 是 所以基本上我的听众都是我不认识的人 嗯 我家庭就是 只知道我有忧郁症 然后没有办法理解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嗯 但是他们就会感觉到忧郁症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对你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 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小心翼翼的 其实即使 即使我自己我生病之后那个 情绪的感受度 那个敏感度是比较低的 嗯 嗯 我比较感觉不到 嗯 自己的情绪起伏 跟别人的情绪起伏 嗯 嗯 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到那种小心翼翼的距离感 嗯 对 那个是感觉得到的就是 一定会啊 对对对 所以默探说的那个我非常有感觉 是 我们碰到太多了 我们非常非常多 对 非常有感觉 就是小心翼翼啊 嗯 其实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就是 但也不要太大辣辣 哈哈哈 就是也也不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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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开朗 或什么之类的 但 就是跟我跟我 因为我 应该说 像以前那样子亏我 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对啊对啊 就是你也不用因为 就是我看起来好像 呃 比较没电 或是比较 没精神 然后就 好像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需要休息 嗯 你是不是累了 不需要这样子 这么小心的问 就是叫大家都用平常心来 对对对 平常心 我觉得平常心这件事情还真是需要训练 哦 没错 很需要训练 就包含我们啦 我们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在调试自己 有的有的有的 嗯 那你看我们做志工训练也是 我们做志工训练 嗯 我们做实体的那个人导法的训练 所以我就发觉 嗯 要让他们用平常心 真的是难啊 很难 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会觉得自己好像要注意很多事情 很多很多很多 哎 我只要看到 看到大家在引导的时候 太多了 嗯 太多太多太多 因为我有跟木炭聊 就是聊人导法的事嘛 嗯 虽然说我还没有机会参与实体 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是 那我有跟木炭聊这件事情 然后就 对呢 其实好像有时候真的是注意太多了 对啊 对啊 他就说他像后膜啊 就对啊 嗯 因为我 因为我会自己去代入那个角色 对对对 上次我们去跟鸡蛋糕去台湾吃饭的时候 嗯 然后他也是很紧张问我说 我说我会带我们社工去 然后我们社工弱势 他也是很紧张的问说 那你再告诉我要注意什么 我说不用注意 他自己维持 笑不笑后膜 哈哈哈 我真的超冷淡 可是其实我是刻意表现给外人看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对我就是那种 不用他自己 那个某某某椅子在那边自己拉 右手边 对 但其实他们自己就可以做得很好 就是我 我就看得到 哦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可以理解 就是为什么木炭 为什么说 是 但就是我也是 我自己知道我问的那句是好意 就是我需要知道 我需要注意什么 是的 对 就是我知道他有一些不方便 所以我会需要知道 我需要注意什么 那如果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我就是 稍微看一下他的安全就好了 嗯 没错 就是我就知道是这样的状况就好了 是的 对 那木炭当天也是蛮好笑的 然后就下车 然后就 欸这边 欸那边 然后就 然后经过 经过一个可能比较大的水溝的时候 欸那扶着我的肩膀 这边有个水溝 哈哈 就是 就是很日常 非常非常日常 就是 就是 我就 OKOK 原来是这样子啊 就是 那我觉得这情 一副就是我虐待的东西 没有没有 就是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情是非常棒 就是他不是 呃 我就不用把 往虐待那边去 去想 或是或我 就是那是我们在开玩笑啦 但是 欸对 其实我觉得啦 就是 他们自己也比较舒服 对 他们也很舒服 就是你提醒他说 这个可能 就对你有点困难 水溝 你扶我的肩膀 那我们就过这个水溝之后 啊你要不要牵啊 你也有事情 然后我就会看到那个社工 就然后他再牵一道 哦确定不是水溝 他手就放掉了 他就要自己走 这样 然后他后来天色很暗了 出来 然后就会问他说 那你需要牵 不用 他就自己这样 晃晃晃晃晃晃 就自己过马路了 哇哦 哈哈哈 刚才我看到他过马路 我真的是心里 哇哦 他就自己这样走到车门边 等车停下来 他就开门这样 对 非常的自在 然后我们也很自在 我们就在马路的对面 然后等他 OK他上车 然后我们再上车 嗯 嗯 没错 就是一切乳肠 一切照肠 好赞哦 哈哈哈 然后我想再回应一下 刚刚说的那个 我们都一样是人的这个议题 嗯 就是 那个Vavayang Vava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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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两个排湾族女生 对 他们做的那个原住民倡议的节目嘛 嗯 然后他们前一阵子啊 在 应该是Sasa吧 在 IG的限动上 然后就问说 大家有没有想要了解 什么原住民的议题 然后婚姻 什么的 他就 他列了很多个 然后问大家 就请大家留言 然后又有一个留言框 请大家留言说 你有没有想到特别什么 知道什么问题这样 然后我就直接私讯那个 沙沙 沙沙还是吧 我忘记是 我忘记是私讯他们的个人账号 还是节目的账号 忘记了 但是 我就直接私讯他们说 原住民什么事情都可以聊啊 你干嘛要限制什么议题 你就是要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那时候第一季已经快结束了 我印象是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就是要跟我一样啊 就是忧郁症什么都可以聊啊 原住民什么都可以聊啊 你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不一样 嗯 讲得好 对 我那一句我就 我自己打出去之后 我就觉得这句好棒 自己要留起来 每天都有这样的发行 其实我打的当下 我并没有觉得 就是 这一句可以当金句 但是我送出之后 就 这句留起来 没办啊 就是 对啊 就是跟四藏者一样嘛 我们有一点不一样 是的 我们的确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不一样 嗯 当事人也必须要 接受这个不一样 嗯 去面对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当事人的课题 嗯 旁边的人呢 你要知道的是 我们没有那么不一样 对 嗯 对 我刚刚就是 刚刚那个木炭讲的那个 我们都是人的议题之后 我就刚刚脑袋突然 闪到那个私讯的那个画面 金句就出现了 对对对 对就是我就 回想起了自己送出去的金句 他金句太多了 哈哈哈哈 我每次私讯的时候 每天 大概每两天都出现一个金句 就是那个都是无意 都是下意识的 就是这样子说 呃 这句好棒啊 也是因为换在这样的角度 我们才有机会这样思考 其实我 我真的是觉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感谢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管 就是能够认识你啊 能够这样 我就都真的觉得非常感谢 能够聊到这些事情 对啊 就是呃 这一集啊 就是超级无敌大报应 哈哈哈哈 因为大家很嗨 场景的辛苦啦 哈哈哈哈 对啊 我在这边也是真的很诚挚的 跟大家推荐 我以为你还好不好这个频道 是 这个节目啦 因为我会觉得 呃 会关注我们的 节目的人 他一定是很关注这样的族群的 是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呃 当大家接触越多 就知道说 其实在了解之后 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嗯 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可怕 然后 呃 也希望说各位可以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是身边的人的理解 对他们来说 帮助就很大了 没错没错 对他们会更自在 也可以帮助他们 有更多的空间去了解自己 嗯 那就今天真的很 谢谢鸡蛋糕 来 来学会 在这个台风店 等一下回去 注意安全 哈哈哈 不要开始担心 哈哈哈 没事没事 我沿路爆评啊 好 谢谢鸡蛋糕 Demi啊 嗯 治疗师的便利帖 这样聊聊 我真的发觉 我们好像有点慢慢 跨出我们市场服务的领域 阿伯 你记忆力是不是不行了 Demi还有佩莹啊 是是是 不好意思佩莹 对我现在给你举手说抱歉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啊 被纠正 这台要纠正一下 我们不可以 对 谢谢鸡蛋糕 哈哈哈 对我们都是有鸡蛋糕 有有有有 不过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合作啊 其实 呃 不管是对我们议题跟看法的拓展 还有我们数据上的展现 哈哈哈 其实我都可以看出来 欸我们虽然对在市场者的服务 是专业的 嗯 可是在透过跟其他不同议题的主持人的节目合作 嗯 可以看到蛮多不同的面向的 对啊 我觉得除了我们的视野更宽广之外啊 我觉得有两个蛮值得我 我们节目好好的去深思的啊 哈哈哈 好我被拉进去了 对 一定要把你拉进来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第一个真的是透过跟其他不同的 欸这个领域的人聊聊 我们可以好好的回头省思我们自己 是 欸我们 节目做的品质跟深度到底如何 哦 对 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 对我觉得这蛮蛮好的哈 对 另外其实也正是因为我们听到不管是治疗师 不管是我们这些忧郁症的患者的一些状况 呃我们也可以去借由别人的一些角度 来看我们市场服务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多激发一些 欸我们以后可以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服务的模式 对啊 其实我跟阿伯我们两个都是很想要在做帮助更多的人 对没错 那其实在透过呃 做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还可能更多 对啊对啊 我真的觉得我们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服务哦 呃我们都应该要偶尔跳脱出来看一看 嗯嗯 所以在此也呃也当然是一种小小的喊话 哈哈哈哈 我们也希望说欸如果说大家其他节目主持人 或者是其他听众 如果对呃市场服务有点想要了解 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合作想要跟我们聊聊的话 嗯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西门等着大家 对张开双手欢迎你们哦 对啊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合作跟更多的理解 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共好的 对没有错 好那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如果说呃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在脸书追踪有声书学会 对 那如果是对我们上班的一些幕后花絮有兴趣的话 可以追踪不叹的IG 嗯对我也常常会被tag 哈哈哈哈最近因为那个拿到治疗师便利贴2.0版 然后跟人家在那边针锋吃醋 哈哈哈哈哈哈 这很好你看我们podcast的多么认哦 多么针锋吃醋 哈哈哈哈 对啊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对呃任何议题有共鸣 或想法的话也都会欢迎留言给我们 或者是给我们评分 对不要忘了五颗星咯 好啦对我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之前好几个礼拜说过 四颗星三颗星我都接受好不好 好留言给我们就行了 对重点是要给我们一些回馈 哈 对啊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正成集团赞助 社团法人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录制剪辑 有声书学会以科技服务市场者的NPO